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了节约生活开支 一家三口一直住在前浦附近的出租房里 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就是他们在厦门的临时住所 一进门就是床 然后里面有一个很挺小的一个卫生间和那个厨房 观用军说 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 这几年来 他们几乎不敢往家里添置家具 大儿子上小学后 家里连张像样的书桌都放不下 然后他就说 妈妈我头痛 我一起做一个就特别闷压抑 但是我说真的没办法 儿子 我说咱们先慢慢住几年吧 生活好已经就是条件好一点嘛 我们再住好房子嘛 和观用军一样 来自黑龙江的曲长林和王岳两口子 也在城中村里租住了四五年 去年 得知可以向公司申请公租房 曲长林等一批符合条件的驾驶员赶紧报了名 去年12月7号 他们如愿拿到了公租房的钥匙 两室一厅的格局 窗名激进还配有家具 直接拎包就能入住 这让长期窝居的公交司机们找到了家的感觉 进住这个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是不是 很温馨 听说儿子还给你们贴了个好东西 对啊 家电都是他们买的嘛 就是说因为住新房了嘛 就是说生活条件改善了 质量也 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我儿子说 哎呀妈妈 这才想回到家了吧 我原来就觉得好像是在寄居在别人家里似的 据了解 只要公交驾驶员在厦门没有购置任何房产 就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 单身驾驶员可以选择单租一房一床位 如果夫妻两人都是公交集团的员工 则可以申请两个床位 也就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套房 每个床位的月租金大约是500元 去年 公交集团被列入第二批次市级公共租赁住房的分配范围 取得包括阳塘居住区 后西花园 滨海公寓等片区 共99套房源 138个床位 目前正陆续分配给有住房困难的公交驾驶员 特别是外地驾驶员 这种房子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向往和憧憬 现在 王明喜和关永军的小儿子 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新家里快乐成长 许长林和王岳也能在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 有个舒适的家让他们好好休息 乔迁新居和家人团聚 这个新年 这些多年来下打拼服务的公交人 终于在厦门安家了 记者谢从斌 高志强报道 从今年1月1号开始 厦门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正式开始实行 新办法将城市三无人员与农村无保对象 统一纳入了特困人员的救助范畴 在提高救助标准的同时 也实现了特困人员救助的城乡一体化 此外 五十也将增加800万元 用于特困人员的救助 特困人员是指具有本市户籍的老年人 残籍人和未成年人 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 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 或者其法定义务人 无履行义务能力 这三个条件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三无人员 此前这一部分人员按户籍被划分为 城市三无人员和农村无保对象 而此次新规将这两类人员统一纳入了救助范围 并统称为特困人员 那么以前我们在三无界定的时候 无数分来源一定是说他没有收入的 那么新的办法规定就是说 他只要是他的收入低于低保 或者他生病的治疗以后 他的收入低于低保 那么都可以纳入特困 目前我们的三无的话 当前只有1008人 那么预计来下可能会增加1000人左右 另外在减免水电器费用等一些低保政策的基础上 特困人员还将免除丧葬费用并提供一定的补助 同时相较于低保标准 医疗救助比例也提高到了百分之百 而特困人员的供养形式 也将分为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 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 可自愿选择在我市各区福利中心集中供养 也可以居家或者在社区进行分散供养 主要集中在我们市里面的福利中心 有100多人 那么各个区的集中供养的人数不是很多 目前只有三十几个 还是以这个社区居家的比较多一点 分散供养比较多一点 那基本上分散供养可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 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 在新办法实施后 过去城乡特困人员供养补助标准不同的情况 也将统一调整为不低于低保标准的140% 并根据各区实际增加了相应的住院护理标准 申请政府救助供养的特困人员 可以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接证提出书面申请 也可以委托居委会代委提出申请 记者雄伟黄超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汽车消费 我们节目之前报道过 极美后夕两家汽车4S店关门跑路 湖里一家4S店又出现抵押汽车合格证的新闻 近两年来汽车消费投诉是越来越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除了启动 针对汽车市场的专项联合执法检查外 也在积极创建汽车规范经营示范店 近日又有八家汽车4S店 被正式授予规范经营示范店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 全市机动车数量已经达到142万辆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 汽车消费投诉也越来越多 之前我们节目曾经报道过 市民邱先生在湖里一家4S店 购买了一辆新车 可是汽车的合格证 却被4S店抵押给了银行 导致邱先生提车后 却无法给新车上牌 其实像邱先生这样在购车过程中出现的消费纠纷不在少数 据统计2016年 我市发生的汽车消费投诉就有813起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了11起违法经营行为 目前已经结案9起罚末款共计104.4万元 在满足消费者需求 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一些汽车经销企业也存在了一些 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滥收费用 消费欺诈等等一种违法行为 还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 为进一步规范汽车销售市场的秩序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除了加大对汽车流通市场的监管力度外 市市场监管局还联合汽车流通协会 开展规范经营示范店的创建活动 随着明智汽车有限公司等8家4S店被正式受牌 成为我是第二批创建规范经营示范店 目前全市共有12家汽车规范经营示范店 市场监管部门不仅制定并指导这些汽车4S店 上强明示收费项目和行业自律公约等 倡导他们在汽车销售过程中 使用汽车买卖合同示范文本 据了解原先的汽车买卖合同 是由各家汽车经营商自行拟定的 有些合同中就存在不平等或不规范的条款 使得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 力争在今年内让我是每一家汽车销售企业 都能规范使用示范文本 提升汽车销售市场的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 记者谢从斌 杨人杰报道 今天下午三点多 有市民反应感觉到了地震 记者从事地震局了解到 下午三点十分 在台湾海峡发生了三点零级地震 震中距离厦门约87公里 这次地震没有对厦门造成影响 什么地震 对 三点多的时候 没有感觉 在宿舍睡觉没感觉 没有感觉 有地震吗 没怎么感觉 后来我睡着了吧 没有感觉 三点多的时候您在一起 没有 我们在那个鼓浪雨那会儿 没有感觉 一点感觉都没有 采访中大部分市民都没有感觉到 下午有发生过地震 而在网上 有部分厦门网友表示有震感 记者从事地震局了解到 今天下午三点十分左右 发生了三点零级地震 震中位置位于台湾海峡海域 震中距离厦门约87公里 在厦门的话 是极个别人有感 有感的可能最主要的 可能都是在这个朋友签里面 有互相的说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感觉到了地震 整沿深度是12公里 相对来说它是属于浅沿地震 记者了解到 去年12月11号 我是附近海域发生过3.2级地震 当时不少市民都有震感 那么今天下午的这个地震 为什么大部分市民都没有感觉到震动呢 地震专家表示 这次地震对厦门的影响约为两度 再加上距离相对较远 只有特别敏感的人 在完全静止的状态下 才可能感觉到 因为像这个震严深度12公里 然后震中距的话 达到了80多公里 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的话 它虽然震级是3.0 但是这个应该说是 极个别静止的人才有感 记者何鸿林 王汉阳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非法营运 上周我们栏目关注了 在蔡唐学校公交站前 非法营运车辆连排停靠 招揽生意的新闻 那么在今天上班早高峰的时候 那儿的非法营运 围停拉客现象是否依旧呢 上午是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兵分多路 在蔡唐学校公交站周边 开展非法营运专项证执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侦查 上午8点 这辆四川牌照的小型越野车 在旅岭路上 被两辆执法车一前一后拦截住 当时车上载着两名乘客 乘客告诉执法人员 他们是在蔡唐学校公交站 跟驾驶人商量 以每人15块的价格后 准备乘车前往观音山 有坐过 那师弟是在那边有问吗 有问一下然后就上了 那到那边是怎么个收费 十来块钱吧一般 就是具体一点 就是说地盘是多少 十块或十五块吧 执法人员查询后发现 这辆车属于私人车辆 没有营运自制 交通执法人员依法暂扣了车辆 驾驶员也因为涉嫌非法营运 将面临着两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位女司机呢在这个蔡唐学校的这个公交车站呢 那么她那个有下车进行南客 那根据乘客的反应 她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去那个观音山的 司机呢是给他们开价15块钱 那这个相对来讲也就跟比较一个固定的一个价格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黑车为了躲避交通执法 交警部门的查处 在下课时会刻意将后备箱打开 而且这些车辆非法营运时 一般都是在上班的早高峰 执法部门在之前查处时 会给旅领路的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 接下来交通执法部门还将联合交警部门 对这些车辆围停载客的问题进行联合整治 记者咸云 杨人杰报道 快速公交也被称作BRT 它是市民群众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在遇到突发险情时 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提高车站工作人员的应急快速反应能力 以及熟练使用安全装备的能力 今天下午在东方山庄BRT停车场 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组织BRT厂站工作人员 开展了一场应急处置演练 演练的第一个场景是模拟一名持刀歹徒 冲进站点砍杀乘客 车站安保人员运用盾牌钢插等防暴工具 对歹徒进行干扰 其他人员迅速拨打110-120等待救援 很快歹徒被制服 第二个场景模拟一名乘客携带装有一燃一爆物品的背包 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将背包隔离开 拿出防暴围栏层层围住背包 然后使用防暴毯盖住背包 并推来防暴罐放置在一旁 和以往的演练不同的是 演练现场民警还对在场的100多名站点安检保安 票务员以及内保人员 讲解了各类防暴装备器材的使用注意事项 适用范围 现场这些场站工作人员就所学内容 进行了单人进攻与防范盾棍插联动等实战演练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然后呢 这种事情肯定是安全防范于未来 使用到了那个防暴盾 然后还有警棍 还有那个就是钢插 这样子就是遇到歹徒啊 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法分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按照这些工具来把它给制服做 据了解 为了有效保障BRT车站安全 BRT厂站公司正在陆续为各个车站配备盾牌钢插等工具 以及防爆炸物等装备 预计在春节前 快一和快三线的所有车站都将配齐这些装备 那我们这个演练的话 就是接下去作为一种日常的一种 平常的一种演练模式 就是说每夜或者每季度都会 要求员工来进行熟悉 熟练这个一个过程 记者玉伯飞 吴国豪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冬季风干雾噪 这两天我是发生多起小火警 消防安全多注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近期市容考评人员在走访中发现 中轮公园刚刚结束了多项改造 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新增的热带雨林景观 今天的市容询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从经上路的大门进入到中轮公园 首先能看到的变化就是莲花峰周边 原有因为树荫浓密 以及行人频繁踩踏而导致的 门面处黄土裸露现象多发的问题 通过公园管理单位因地制宜 增设圆道和大型木制平台 与周边环境实现了融合 因为设置合理踩踏的现象基本杜绝 莲花峰这次也进行了彻底改造 不仅绿化景观明显改善 新增的休闲木亭也为市民休憩提供了更加实用的场所 之前就已经深受欢迎的儿童乐园内 近期新增了热带雨林景观 伴着仙境般的雨雾流连于鸟巢座椅 树根廊道还有树屋 而且被周边富有层次的绿植包围着 那感觉真是挺梦幻的 有兴趣的您不妨利用空闲时间亲身体验一下 记者刘欧华报道 冬季天干雾燥 稍有火星就容易引发火灾 今天上午十点多 观音山附近一栋厂房就突然冒出了大量黑色浓烟 场面有点吓人 接到报警后 消防部门第一时间调集足够力量赶赴现场铺救 上午十点多 观音山附近突然冒出大量黑色的浓烟 附近的不少写字楼都被浓烟包围着 场面看起来有点吓人 接近出动的消防官兵马上赶到现场 起火点在一栋等待拆迁的厂房楼顶 楼顶上堆放了不少已经拆下来的铁皮 铁皮下方的塑料 泡沫板等就是主要燃烧物 因为这些燃烧物都属于易燃物 燃烧后产生大量黑烟 消防部门快速铺设水袋 用了六七分钟 把楼顶的明火完全扑灭 另外今天凌晨三点左右 海仓东服街道山边中路附近 一个单层的检疫搭盖仓库也突然起火 这个仓库面积约20平方米 里面堆放了不少废弃的木料 赶到现场的消防官兵出动两把水枪 用了二十多分钟将现场明火扑灭 这两起火灾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几天类似的小火警 呈现一个小浮攀升的态势 消防部门也提醒大家 进入冬季 天气干燥 稍有火星就极易引发火灾 大家一定要绷紧防火这根弦 注意冬季防火安全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起盗窃案 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是一名不务正业的摩托车维修工 说他不务正业 是因为他精通维修技术 却不用在维修车辆上 而是选择在凌晨时分 盗窃走了一辆 价值近十万元的豪华摩托车 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一个月不到 就被松宇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抓获了 监控画面显示 2016年12月19号凌晨五点多 在蔚来海岸小区的地下车库 一名男子戴着头盔 将一辆摩托车推到墙角 准备开锁 他对这个车辆是非常熟悉 他当着这个车没有车辆 他就通过把这个车辆锁 那个两个线 然后接起来打动起来 很快这名男子启动了这辆摩托车 并骑出了地下车库 接到报警后 松宇边防派出所迅速介入调查 由于做案时间正值深夜 再加上男子头戴着头盔 从小区监控画面中 民警无法获取到更多的有效信息 不过民警寻线追踪 在沿线路段的监控探头发现了线索 根据这个线索 2016年12月30号下午 民警在海仓一家维修店内 将嫌疑人刘某抓获 经查 今年27岁的刘某来自安徽 他承认自己因嫌维修工的工资低 就想着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 盗窃走了这辆价值近10万元的摩托车 并以几千元的价格变卖 目前嫌疑人刘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失窃的摩托车已被警方追回 发现速度很快 而且包括这些脏雾的追回也很快 也确实非常感谢我们的送与便房派出所 记者贤云通讯员周游报道 广告之后我们来共同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白天我是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58 空气质量为凉 首要污染物是PM10 在过去的一年 奥运会在礼约举办 泰国国王普密鹏逝世 飓风和战争名声与趣闻 全球每天都在上演大小事件 近日路透社公布了2016年度 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专题照片 定格了这一年最令人难忘的画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月23号 暴风雪肆虐华盛顿 一名男子艰难前行 2月7号 法国北部海滨城市布洛涅 时速达100公里的大风 刮起大浪 不断撞击灯塔 3月4号 印度北部阿拉哈巴德市 一名男子提着两个装满水的水桶 走在恒河岸边 印度大约6.5亿人 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 面临感染疾病和过早死亡的风险 6月19号 中国台湾的一名渔夫 在小船上用火光吸引小鱼 8月1号 人们在中国湖南省张家界的观景台上行走 欣赏壮美的风景 8月12号 船只在中国青海省海西州的查卡盐湖航行 8月14号 在已经干涸的皮克马约河河床上 发现一条凯门厄尸体 皮克马约河位于巴拉圭伯克龙 9月7号 奥地利西部的格纳登瓦尔德村 樱头山谷被浓雾覆盖着 太阳从亨德斯高夫山后 徐徐升起 10月20号 靠近瑞士格朗沃的拉沃地区 一群鸟儿在秋日的早晨飞过莱蒙湖 11月2号 拍摄到的位于澳大利亚南部区域 靠近博斯的盐田和大坝 11月11号 巴西环保署协同军队警察 在位于帕拉的诺乌波罗哥莱索地区 打击非法采矿和砍伐树木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厦门的 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受污染物区域性传输影响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指出 我国的方言正面临着不断减少甚至消失的局面 那么咱们闽南化目前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和传承闽南化呢 请您收看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是小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